所以应该是没了 嗯 先不是玩都 先玩都挺好的不是 是的 但他就是这赛季好像有点状态不是很好 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 他的游戏方式不适合BLG 自从那个Night来了之后 他跟V的游戏方式是 他是需要有人跟着他的 但是V的话是不需要有人跟着他的 现在自从Night去了 那个BLG之后 而且就是BLG下路现在对线也没有那么 就是之前那么厉害了 就导致于他身后空无一人 就很容易出事的 哦 V的话就 可能一个人习惯了 他就是 现在我觉得他比较适配于BLG 薰的话会大一点 英雄什么的都没关系 我觉得新闻都 他玩的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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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很关键的了 BLG里面 五个人的游戏 五个人的游戏 是吗 我觉得新闻是比较关键的了 他玩的好 BLG里面 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咋也没用 这个版本 哈哈 这个版本打也没用吗 哈哈 只是看起来有用 你跟你说对线最不明 被啥都白打 表啥一项都一样 那你要这么说 那打也不是都一直没用 必须得看对线 那个 对于这个版本野区不好进 你知道吧 这个版本想进野区的话 必须得对我跟着才能进野区 没有办法自己进 你知道吧 所以说就形成了我跟你说 那个情况 都忙着对线 你进野区你也进不去 然后但是呢 就是有些人他玩游戏的话 就比如说像薰 我打个比方 薰看起来 就薰比较厉害的局 全都是就是 他野区优势特别大 就是那问题来了 野区优势哪来的呢 就你可以跟 你可以说他有一把 你可以说他很强 但他不可能 每把打谁野区都是优势 这不可能 因为一定是因为有人 就是帮他或者说 就之类怎么样 一系列的东西吧 但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 没有人有空去帮他了 他的游戏方式 跟他以前很屌的游戏方式 出现了偏差 那就会出现问题 可是我感觉 打他战 选更好打吧 我感觉是 微动玩 微动玩法 感觉跟他战一样 我感觉 我觉得选嘛 我打的时候 感觉先是 有点麻烦 这人 玩得 很麻烦 就是 对在对面的时候 玩得很聪明啊 不是聪明吧 就是玩得 有点奇怪 但是 有点恶心 有点麻烦 但是这是玩得好 我觉得 那你感觉到不舒服了 很简单道理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 观众他们只懂得什么野核 他们的概念里的野核 就是你选了暴女就是野核 把人头让给这个AD 那一样的 就你相当你要帮他嘛 然后你要让给他 那一样的 那打野你也得帮他呀 那现在我觉得是 在BLG这个队伍是 没人去没人会去帮打野的 就他最好是只能选那种 纯一个人玩的英雄差不多 纯一个人玩的 纯一个人玩的 甚至还得去帮队友的英雄 他就玩得很不舒服 玩得一不舒服那就坏了 因为他游戏几年 玩的几年都是那种游戏方式 你突然你让他改 他也改不了 就是他不会新英雄啊 那个新的 原成AP打野 他会啊 他全会啊 哦是吗 就像火男什么的 就我觉得 火男啊杰拉这种 都是特别简单的 他不可能不会的